2019年台湾南投国际男子徐棍球邀请赛 日前正于竹山高中热烈开打 共有中华台北、南投、香港、澳门、韩国、斯里兰卡等六四队伍报名参赛 在为期五天的赛程内 除了将各自展现实力来争取家机外 也透过互相切磋交流,让彼此共同成长 这场赛事办理至今已迈入第二届 中华民国徐棍球协会理事长蔡宜柱 也希望透过国际级的赛事 能够开阔球员们的视野 并让球技都能够有所提升 日后能争取更多荣耀 2019年台湾南投男子徐棍球国际邀请赛 在南投的竹山高中盛大开打 这次的比赛有六队来自香港、韩国、澳门、斯里兰卡 我们台湾本身就出了两个球队 一队是以中华台北 还有我们南投县的代表队来参赛 也希望借由这次的国际赛事 能够让我们台湾的选手 还有南投的子弟兵都能够提升他们的球技 此次会选在竹山高中办理台湾南投国际男子驱棍球邀请赛 主要是竹山是国内驱棍球发展重镇 且竹山高中在立法委员许淑华的争取下 有建构一块完善的驱棍球场 所以也希望透过国际赛事的办理 能够展现地方推展驱棍球运动的用心 并帮助球员成长进步 配合许淑华立委争取在竹山高中建设国际驱棍球场 为了让这个球场能够活化 尽量邀请各国来到南投竹山 跟我们台湾以及南投的球队能够进行交流 提升球技与球会友 台湾南投国际男子驱棍球邀请赛 今年是第二年半 很感谢南投县政府以及教育部体育署大力的支持 然后配合教育部的南向政策来推广这一次赛事 希望借由这一次的赛事让各国都能够来到台湾竹山好好的旅行 那这次的赛事分为六队 然后进行循环赛 以战绩最佳者为胜 在第二届台湾南投国际男子驱棍球邀请赛中 竹山高中校长陈汉敏也指出 许多选手都展现出精湛扎实的球技 着实让他们眼界为之一亮 这点也是赛事办理的目的之一 希望借此让选手们互相学习成长 其次也希望借由国际赛事连带促进地方经济的繁荣 那我们也希望配合这个协会这边 在学校这边来推展我们的驱棍球的运动 这次其实我们观察到 原本我们觉得很弱的球队 但是他们来 他们的球技让我们觉得很惊讶 也就是今年其实普遍的水准比去年都更高 所以这个其实也给我们的球员带了一个激励 也就是你要在国际的赛事 要有更好的一个水准的提升 其实要花更多的一个时间来练习 那当然我们的不管球员 包括我们教练团的观念都要一并的一个要来做提升 那我们希望借着这个国际赛的一个举办 能够提升我们国内 甚至我们竹山高中这个驱棍球队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水准 藉由邀请各国的这个球员来这边 让我们的学生见识到各种不同的一个球技 那用方面也可以让我们这个地区 能够有国际球队的一个进入 能够增加一些繁荣 给地方的一些商家有一点帮助 台湾南投国际男子驱棍球邀请赛 办理至今 赛事精彩 规模胜大 因此也被亚洲驱棍球总会所认可 中华民国驱棍球协会秘书长吴志鹏也表示 今年报名情况相当踊跃 但碍于经费问题 还有多支队伍还在候补等待参赛 明年度协会也会规划 办理更大规格的赛事 让选手们都能透过赛事好好交流 这个赛事已经让亚洲驱棍球总会所承认的正式杯赛 那目前朝向的越来越精致以及细腻的球赛来办理 第二次办理这个赛事 目前除了这六个队伍来以外 目前还有四个队在等候补 包含了日本 包含了中国 以及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部分都想要来参加这次赛事 那爱与经费的关系我们只能争取六个队伍来做这场赛事的推广以及举办 那希望明年可以举办更高规格的国际比赛 来让台湾以及各国的好手能够一起交流 一起提升驱棍球整体技术 竹山是国内驱棍球运动发展重镇 此次能够在此办理国际集赛事 先议员友好肯定赛事办理的用心 也希望我国两支队伍都能够夺得佳击 并也希望透过这场国际赛事 使各国球员都能够有所启发帮助成长 而在比赛之余 也邀请各队选手都能够到访竹山各景点来欣赏地方之美 看到我们许多的好手齐聚到我们竹山高中 因为今天举办我们2019年 就是南投国际曲棍球男子邀请赛 那这次来讲来了六队的一些曲棍球的好手 那目前在台湾的曲棍球 南投的竹山是一个重点的基地 那这一次的话是第二届举办这个国际的一个邀请赛 那包括来的这些队伍包括是以兰卡 香港澳门以及中华台北南投县 许多的好手在这里起居一趟 那过去来讲竹山高中 以及南投的竹山国中 还一直以来都有在训练这些曲棍球的好手 一路从甚至在国小云林国小 竹山国中还有竹山高中 一路这样子的从国小国中高中训练到 到可以打成一个国际的一个锦标赛 成为我们国家代表队 那这次来讲举办这个国际的一个曲棍球男子邀请赛 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曲棍球协会理事长蔡宜柱先生 蔡宜柱理事长他所举办的 那在这一次来讲一连五天的一个活动 不仅可以让许多的国家来台湾我们这个地方 去进行这个国际赛 还也可以切磋球技 还来这里能够是交流 还去比赛 同时也希望借由这样子 他们能够感受一下南投之美 竹山之美 他们不仅是白天 可以去做这个比赛球技的切磋 那他们的晚上 他们也可以来我们竹山这边 喝好茶 吃寒吉 而在近年度台湾南投国际男子曲棍球邀请赛五支队伍中 我国有中华台北南投县代表队两支队伍参赛 先议员尤浩也期许这两支队伍的球员们 都能够拼尽实力来争取佳击 更希望冠雅军都能够由我国的队伍来包办 这次参赛的话 我们这个六队来讲 有两支都是我们台湾的代表队 那也希望说这两支台湾代表队 他们都非常优秀 他还不仅是要么是从竹山高中这边训练出来的 要么就是现在还是竹山高中的代表队的学生 像上个月他们也才去美国 在上半年他们还去东南亚去参加比赛 那也希望说像我们那么优秀的代表队 在这一次比赛中能够夺得冠雅军 那也为我们的台湾选手加油 还也希望说曲棍球是我们竹山之光持续发扬 南投县代表队在参赛第一场就遇上强敌澳门队 虽然不幸落败 但每位球员也都表示 从比赛中学习到对方的优点 让他们成长许多 而接下来的比赛还会遇上多支强队 但这场比赛是在家乡在母校办理 为了荣耀他们也会努力来战胜对方 可以打得再更好一点 我们个人的技巧要多加强 参加国际赛就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国外的经验 然后还有国外的水准 这样才可以增加我们台湾的曲棍球的能力 这次比赛就是大家都尽力就好 然后希望拿个好成绩再留下来在竹山这样 比较有威胁的就可能是韩国队 或者是澳门 就全部是一个都尽力就好 对 努力 我是竹山高中毕业的 然后我现今读台北市立大学 我的位置是守门员 然后参加这一次的国际寥寻赛 已经是第二次了 这次的队伍比上一次的队伍还强 举办这个比赛我觉得 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可以增进球技 还有认识其他国家的选手 还有能知道其他国家选手的厉害的地方 去接触这种比赛然后让他们更多比赛的经验 然后去学习去成长 台湾南投男子曲棍球邀请赛赛事激烈 中华台北代表队的球员们也都是在场上拼劲体力来争取佳击 而在最后一场即将登场的赛事 五国两支代表队伍即将上场对决 中华台北代表队的球员们也都表示 南投线代表队球员 许多都是学长 他们也会尽力来与他们打比赛 来这边第一场队到的是韩国队 他们的导球速度 还有一些观念都比我们台湾球队还要好很多 所以这是我想追求的目标 以及我未来要朝这种方向去学习 我们下午队长是南投 他们都是我们的老学长 所以他们经验都比我们足够 但我们唯一的优点是我们比他年轻 体力比他们好 所以我们会尽量的就是多跑 多跑这样子 台湾办国际赛 对我们的球技上面还有战术之类的都很有帮助 不会紧张因为前一次也有去泰国参加国际赛 然后这一次第一场就跟韩国 实力真的很强 下一次可能会遇到澳门 然后澳门因为有六支 六支实力都非常强的选手 虽然可能会被压着打 但是还是要努力拼一下 昨天对战韩国 他们实力真的很强 速度很努力跟可是还是真的跟不到 然后他们我们最后还是输了 可是也吸取很多经验 我从他们上学到跑位要跟快 防守要跟好 不要因为被拉开就不跟了 我觉得这次比赛有进步蛮多的 然后改进的地方有很多 就是像传球的部分啊 进攻防守都没有做得非常确实 攻转的时候速度要转换要快一点 然后手转攻的时候也是马上做突击这样 杀个措手不及 希望我们下一场对南投的时候 能比之前打得更好 进步更多这样 然后从中学习到更多东西 看到台湾南投国际男子曲棍球 邀请赛办理盛况 千元友好除了期许透过赛事 发扬曲棍球风气 也希望工部门能够更加重视 此项运动的发展 依注经费协助推广 让国内选手能有更多的平台 来好好发挥 曲棍球也算是我们的祖山之光 那也希望说 藉由这样子的国际曲棍球男子邀请赛 一年一年的举办 发扬我们曲棍球的活动 他也希望说 不仅是南投县政府以及教育部 都能够重视曲棍球运动 还是我们台湾可以去发展的一个运动 因为在许多的赛事来讲 曲棍球这个项目 还有我们在台湾 中华台北都夺得到非常多的一个好成绩 尤其是中华台北 其实很多的优秀的选手 都是从我们祖山高中毕业的 那祖山高中 包括云林国小 祖山国中 一路以来培训上来 所以很多的国内优秀的曲棍球选手 都是祖山人 那所以也希望说 藉由这次第二届举拜 我们这样子国际的一个曲棍球男子邀请赛 那也能够让许多单位 更重视曲棍球的这个活动 议长何胜峰也期许在这场 台湾南投国际男子曲棍球邀请赛中 每位球员除了能够发挥实力来争取家机外 也能够互相学习交流 让彼此都有所成长 使未来都能有更好的发展 民意新闻卢宇凯专题采访报答